988新闻线 晚上7点30分 你好我是冠贤 你好我是新点新锐 今天988新闻线有点不一样 我们这个脸书直播呢 因为一些技术的情况 我们被逼要 这个星期应该都不会有7点30分的直播 没错没错 大家就把我们集气 希望我们把这个技术问题很快的就解决掉 可是呢 晚上的8点30分 我们还是会把这个视频版 上载到988的脸书上面去 大家记得 如果你想重温的话 可以去988的脸书看看哦 警方说开摘节前三天 道路呢可能会达到1400万的车流量 EPF特别提款提早两天发放 阿莫扎西就提醒大家不要乱花费啊 社工虐待唐世尔的案件 妇女部长探访被骂作秀 审可庭扩准上诉保外候审 反对 那他个人是反对责怪司法制度这个部分了 社的上诉庭今天早上批准了 审可庭的上诉准令申请 以让辩方提出上诉的 那同时上诉庭的三思 今天早上是允许审可庭 以一万令吉保释金和一名担保人的条件保外候审 根据了解检控官今天也没有提出反对哦 说到这个案件呢就是标文行脚车 导致八人死亡事件了这个被告审可庭 上个星期是在高庭面对判决 当时候新山高庭推翻了推示庭的裁决 改判审可庭疏忽驾驶 导致他人死亡的罪名是成立 所以他要坐牢六年 罚款六千令吉 吊销驾驶执照三年的 那当时候高庭法官还拒绝了 审可庭的暂缓行刑的这个申请 而是需要即日服刑的 那他其实在今天完成整个保释的程序之后呢 在监狱已经服刑六天的审可庭 他今天下午3点40分就已经离开了 佳颖女子监狱 而根据新周日报那边的独家照片呢 可以看到啊 沈可庭他由监狱客户车 就载送离开监狱 并且呢在对面的停车场就换乘 黑色休旅车离开 全程他是没有对记者发言的 那值得一提的是 今天上诉庭三司呢 是以拉威德兰为首 他呢其实是负责审理的这个案件 而另外两人呢 分别就是李星昌 还有莫哈莫纳兹兰 那莫哈莫纳兹兰呢 他其实也是前首相那级 SRC的这个案件的法官 而在今天的上诉申请当中 沈可庭的代表律师 这个法一扎呢 他就有说 辩方提出了六道的法律问题 也获得了上诉庭的批准 是这些问题包括了 其中第一个就是被告 未经宣示的供词 是否可以被接纳 并由其他供词来支持 这个是其中一个问题是需要解决 还有就是究竟1987年 陆路交通法令41-1条文的 危险环境制造者 是源自被告还是文心脚车 第三比起文心脚车群 当时在主要道路上面的位置 被告当时的车辆时速 是不是被视为是危险的 还有比起阻挡主要道路的脚车群 被告是否需要承担证明 需要更谨慎驾驶的这个责任呢 刚说到四个嘛 那第五个就是被告在黑暗 及协颇公路行驶 却要预计无法预料的风险 是否也会对这个被告造成负担呢 这些都是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了 那法医扎也说 辩方必须要在14天内 入柄上诉通知书 那沈可廷今天呢 就是整个判决出来之后呢 他就有透过这个代表律师 法医扎就感谢他的家人 还有朋友 以及呢任何支持他的人 同时他也表明 自己是一名守法纪的人 也尊重法庭的任何判决 法医扎就说 当有人在沈可廷赢了 或是输掉官司之后 就责怪司法制度 这个呢就让沈可廷觉得 是很失望的 他还说这个案件 它不是一个种族的课题 或许人们应该从这件事 涉及人命问题 还有未定罪者无罪 这两个方面来看待 是那法医扎还说到 沈可廷一直都同情 在案中失去家人的家属 也意识到 这个是涉及性命的课题 同时呢 沈可廷他自己 也是捍卫着本身的自由 也相信自由是很珍贵的 而且必须付出昂贵代价 他说在这期案件中呢 沈可廷就是付出了代价 而此时就是在这之前了 他付出的代价就是坐牢 当然我们知道今天下午三点多 他已经从这个牢狱当中出来了 那无论如何 法医扎也有说呢 沈可廷他是非常感谢 上诉庭的裁决 他还说如果申请被驳回 就代表说这个案件是完结了 那他就要继续的坐牢 沈可廷也提到 他依然是不知道自己 是基于什么原因坐牢的 那当然这个案件呢 接下来就是等待律师那边 提出上诉 那其实在做出这一步 就是他可以上诉之后 接下来会有些什么样的程序呢 我们今天就连线给了职业律师 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新闻连线 接下来程序呢 就是主控官跟沈可廷的历史呢 就会把在高等法庭 以及推示庭的所有的记录的档案 笼成一大本 然后呢 交给上诉庭 准备下一轮的这个审判 换句话就是record of appeal 就是你上诉的所有的记录 首先你要知道法官下判的理由吧 对吧 高等法庭推翻沈可廷的 无罪释放的案件的 法律根据什么地方 包括法庭的双方层次的记录 然后包括呢 推示庭的整个人证物证的记录 双方律师在推示庭 提成的那个法律轮据 然后呢 法官的判决的理由 这些一整串的文件呢 是可以很多 可以提香了 然后交到上诉庭 上诉庭呢 就要根据所有这些记录呢 来做判断 我抱着乐观的态度 不是没有理由的 因为我觉得 推示呢 在财政的过程中 我读到的判斥 非常完整的判斥 而且是引经记点 证物什么等等的 都非常的清楚 而且推示庭呢 也把一点的利益 归于申可廷 这个是所有的刑事法律的 最基本的法律原则 那比如说 申可廷有没有开车 有没有超速 那个超速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 是否是危险驾驶 那么在推示庭 他说他只架了 45公里一个小时 可是高庭采用的是 70多公里一个小时的 那么在 原有的法律原则里头 当有两个可能性 证据的采用 那么呢 推示庭的那个判断 是正确的 那就是要采取 最低的速度 或者说 对被告最有利的 那个证据 才是法庭应该采用的 这些都是 法律原本的规定来的 并不是因为 这个案件来产生 高等法庭的法官 明显的错误了 采用这个证据 而宣判审可庭呢 就是草述 这个在法理上 是站不住脚了 所以当然这个理由 我就觉得 上诉庭呢 就能够推翻 高等法庭的 就是法官的这个判断 那当然 其实说回今天 这个上诉庭那边的情况 这个不成司法公那边情况 有很多律师都有到场的 其中有看到 就是行动党五级牛乳儿 国会议员兰卡巴欣 他也是律师嘛 他就有在现场 接受媒体访问 他认为说 审可庭在2019年 被判无罪释放的时候 当时候检总检察署 就不应该提出上诉 他说决定上不上诉 是当时总检察长的特权 还说 当时候完全是 汤米托马斯的决定 所以他们也不能够 对这件事情 发表进一步的评论 也不能发表负面评论 那根据了解 沈可庭呢 他在2019年的10月28号 由新山推示庭 判定是无罪释放 当时候控方 就提出了上诉 而当时的总检察长 就是西蒙政府委任的 汤米托马斯 那刚刚说到 今天司法公外面 有很多的律师嘛 看到了马华代表律师呢 也有去申请 成为旁听律师 还有法庭之友 但是呢 这个申请是被驳回的 马华公民社会运动局 主任吴建南就说 他们呢 日后在案件上诉程序期间 也会再次的去提出申请 他就透露呢 上诉庭也驳回了 资深律师沙威 提出要旁听 还有担任这个 法庭之友的申请 那说到这个法庭之友 可能一般民众会比较陌生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这他们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 要我们有职业律师 严炳壽来给我们解答 在法庭里头呢 有三种人 那是听众 跟当事人 所以他们坐在最后面的 在中间的那一整群呢 都是律师 这律师可能是诉讼双方的律师 包括主控官 要不然呢 第二种人 可能就是法庭之友 他是其他的律师 刚好坐在那个地方 或者想要表达一些 看法的一些律师 然后第三种是旁听的律师 那么法庭之友呢 他跟旁听的律师呢 有巨大的差别的点 在于法庭之友 他对整个案件 并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 字节或间接 完全没有利益关系 比如说主要特殊的情况 代表律师公会 对这个牵涉到公众利益的 这个官司 他们要代表说一些话 双方的律师 或者主控官 在提成了他们的各自的 这个论述的时候 比如说你知道 他们讲漏了一样东西 那么为了整个审讯的公正 你可以主动义务的 站起来向法庭表示说 我是法庭自由 我想要以法庭自由的这个身份 跟我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不过我要提醒各招 有这样子的一个最新的发展 或者你是某一个领域的一个 非常专精的律师 备受尊重的 可是刚好那一天的诉讼 跟你没关系 不过你知道的一些专精的知识 你要卸助法庭 所有的律师都可以当这个角色 当然不是所有律师 你讲你要表达一些想法 法官就要听你讲话 严格上来说 是法官邀请这位律师 或者是律师 表示他愿意要给个意见 他邀请这个律师 好吧 我就听你说说看 你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要帮助这个法庭 原来是这样子的 真的要谢谢 颜柄秀律师给我们带来这一段 了解一下 到底什么是法庭之友 但这个案件的话 之后就是要开始下一步的行动 就等律师去提出上诉 然后我们就进入下一个阶段 下一个程序了 大家都继续在关注当中 如果有新的消息 也是要留守988新闻线 一定会给你跟进的 那当然最近在网络上面 就除了有审可庭案件 引起讨论之外 还有一个案件是引起了公愤 说到吉隆坡旺沙玛珠 一家福利中心的 13岁唐士尔少女贝拉 她被福利中心的负责人 西蒂拜农 逼迫吃小辣椒 还怒骂 踢肚子虐待 而西蒂拜农 她也因此遭到提控 可是呢 有网民就揭发 这个西蒂拜农 她出动了10名律师团 这个律师组的这个团 去帮她辩护 而且甚至他们很开心的 在法庭外面合照 网民就更加的不满了 那之后呢 柔佛州的这个王楚飞 她就在脸书 她的社局媒体那边 就有发文了 就表明 她愿意以她所拥有的权利呢 来为贝拉讨回公道 而负责保护儿童事务的 妇女家庭 及社会发展部长 丽娜哈伦 她在案件之后呢 一直没有对外发声 也被网民责骂 那随后呢 她就去探访的贝拉 她还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视频 整个批评声浪呢 是没有消灭的 有人就痛批 丽娜哈伦 这分明是在作秀 完全不顾贝拉的感受 是让她暴露 在媒体的美光灯之下 无论如何 丽娜哈伦有说 该部将会跟 由佛王楚 东国伊斯麦和 妻子的律师合作 以协助涉及这个儿童啊 就是唐氏儿童的 这个虐待的诉讼 那其实王主在这之前 就非常关注这件事情 他自己有透露 是联系了代表律师 然后会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 为这名唐氏儿童伸张正义的 那观众回 沈可霆的案件 过去几天 网民啊 你对于这个 沈可霆案件的反应上面呢 应该说网民的反应上面 你看到的 你接触到更多的部分 是以下哪一个呢 如果你看到比较多人 是在责怪司法制度 给点忘 如果呢 你看到更多是牵扯到 种族课题给点选下 今天很重要一件事情 EPF特别提款 发放了 其实财政部长 东顾扎夫鲁 昨天晚上就 无预警的在脸书 上载了一个短片 他就说 很多人留言 或者是传短信给他 问他 可不可以快点发放 这个款项呢 扎夫鲁就说 我听到你们新声了 你们新声我接纳 然后就宣布 政府今天就会开始 提早两天 发放这个 成功申请到的 公积金特别提款 原本是会在20号 也就是后天 礼拜三的时候 那现在就提早两天了 那扎夫鲁有希望 随着政府提早 发放了公积金的 特别提款 就希望可以让大马 一家欢庆开摘节 对于很多人来说 应该就是一个惊喜啦 那另一方面 看到了 巫统主席阿莫扎西就说 他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他就在脸书上面指出 公积金局同意实施 一万令吉特别提款计划 还加速发放这个款项 证明了这家机构呢 他们有能力应付会员的需求 他也说 说他和巫统 蓄意煽动人民 提出养老金的说法 不攻自破 而且阿莫扎西也认为 这一次呢 提款计划 不会影响 公积金局的投资策略 不过呢 他就有提醒啦 这个提款计划 不是要让会员们 在开这节期间 大肆的去炫耀 还要花费的 而是为了减轻他们 因为疫情 面对的财务冲击 所以就希望呢 申请者都可以好好的善用这笔钱 来脱离困境 那倒数两个星期 就是开斋节了 警方现在预计 这个开斋节的前三天呢 就会有多达 1400万交通工具 涌入道路 回乡庆祝开斋节的 武器安曼交通调查与 执法部总监 莫卡辛卡林 对于马来西亚前锋报表示 警方是预计 国内的32条主要大道 到时候啊 连续三天 每一天平均可以达到470万的交通流量 就涌入这个道路上 所以警方就会开始严正以待 然后会确保各主要大道交通顺畅的 他说因为疫情和不允许跨线的关系呢 民众已经两年没有返乡 而且这次又是一个长假期 接着这个劳动节 然后就是开斋节 还有长周末 特别长啊 民众就可以运用这个机会 带一家大小就返乡度过假期 所以莫卡辛卡林也预料 在开斋节之后的5月7号和8号呢 也会有大批的游子蜂涌回首 多也可能造成交通阻塞 所以不只是那个时候啊 前后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 规划好一下行程 对对对 那刚才说的就是 如果你是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车流量嘛 那也有朋友可能是要这个搭飞机回乡 可是之前就传出飞往沙巴沙拉越的 这个机票价格上场百分之五百 那交通部秘书长一三一煞 他就说呢 那么航空委员会就愿意妥协 降低开斋节期间的机票价格 而且呢超过百分之三十的机票价格 是已经成功下降 但细节的部分呢 交通部长魏嘉祥今天透露 当局正在控制票价 似乎会降价的 但是这个呢 就会由首相伊斯麦沙比里宣布 那也说交通部听取了各方的意见 同时也理解了航空公司的困境 好了接着呢我们来关注政坛方面的一些消息 像是有看到这篇专访 是民主行动党主席林冠英 其实啊他曾经我们都知道的 就是他跟马来西亚前锋报 是闹过一些不愉快 他多次有批评这一家马来报呢 也曾经起诉过这家报馆 那现在他就接受马来西亚前锋报的专访 还谈到了很多课题 其中针对西蒙执政时 为了签不签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寓 埃瑟这件事情呢 林冠英说 这个其实是时任外交部长塞夫丁阿多拉的主意 还说对方啊曾经是说服过了首相 时任首相敦马 林冠英说 伊斯兰党和巫统明知道 这个就是塞夫丁阿多拉的主意 却没有对塞夫丁阿多拉采取行动 甚至委任他为部长 而他做的事情 现在却要行动党来承受 林冠英强调 埃瑟不是行动党的主意 也没有列在竞选宣言当中 那接着就有记者提问 林冠英担任财长期间 你的文告好像以中文为主 这件事情林冠英就直言 那个绝对是污赖 还说当时候财长官方文告是马来文的 但是因为有关义马公司 为了要正确的传达资讯 所以就翻译成了英文和中文 翻译文也没有使用财政部的信头 另外林冠英在接受这个 马来西亚前锋报的专访时 就有提到 西蒙拨款给宗教私塾学校 这个是前朝政府从来没有做过的 但却没有被提起 反而就质问为何拨款给独中 事实上西蒙给宗教私塾学校的拨款就更多 除了谈到西蒙执政的往事 林冠英也有谈到 未来跟在野党的合作会是怎么样 他就说行动党不会跟土团党和伊斯兰党合作 他甚至形容曾经被土团党总裁慕尤丁 背后插刀导致西蒙垮台 他就声称如果慕尤丁要见他 他是不会跟慕尤丁见面的 不过如果在国会呢 闲牢就不要紧 但是如果要谈合作的话 他就说我不会接受 这个大门已经关了 嘟嘟冰嘟了 而谈到伊党主席哈迪阿旺的时候呢 林冠英就说伊党已经出现了信任赤字 而且他就以特别开采做例子说 西蒙执政的时候呢 将特别开采期从22次减到8次 现在却增加回22次 他就说已经是没有办法信任伊党 所以很难跟伊党合作 OK我们来谈回关于沈可亭的案件 过去几天网民对沈可亭案件的 在网络上面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反应 你自己接触到比较多的是哪一些呢 看到90%的朋友呢 他们发现到看到的现象都是 责怪司法制度的情况比较多 10%的朋友呢 发现到的就是牵扯到了种族课题 是那当然说真的 这一起案件从上个星期三 有那个判决之后 大家都特别的关注 对热度不解 到了今天 甚至平时没关注时事的小朋友们 他们也在关注 至少都知道沈可亭 这个名字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次的 这样的一个经验 我们知道这个 这些课题是应该大家关注一下下的 你知道吗 所以已经文献我们秉持着的精神 就是每一天为你整天 整理精彩的一些国内的新闻 让你直接可以在这一边 半个小时内 就吸取当天重要的信息 我们也希望说 可以透过一些课题 给大家长知识 像今天我们就有职业律师 告诉我们 这个法庭之友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如果你想重温 今天节目的话呢 等一下8点30分 就可以去988的脸书 看这个视频版的新闻线 我是冠贤 我是金脸新锐 明天晚上7点30分 我们再见